各位好,现在要示范一个最简单的散把节奏 之前已经讲过Sudo的节奏 然后从Sudo的概念转移到大鼓跟Hi-Hat上面 今天就要以这个为基础 所以大鼓跟Hi-Hat的部分如果还不熟的人 可以去注意我之前讲的课程 今天这个节奏它跟很完整的传统的散把节奏还是有一点距离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如果你需要一个散把感觉的节奏的时候 用今天这样的形式去演奏 去对应这些音乐是非常够用的 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先回忆一下之前的脚的节奏 1-E-N-R 2-E-N-R 3-E-N-R 4-E-N-R 在这个基础上面 今天的第一个练习 就是演奏四连音 在小鼓上面 你要打在Hi-Hat上面也可以 那在这里我会打在小鼓上面 会是这样子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会很容易去死背双手的动作 例如你会去背右手第一下要对着大鼓 然后右手的下一个动作 就是四连音的第三个点 应该会对着Hi-Hat 然后左手那个点会对着第四个点的大鼓 会变成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练法是比较不建议的 我会建议让你的脚持续的运作就好了 我希望是把手的演奏动作跟脚的把它分开来 如果你之前的脚的动作还没有练得很熟练的话 现在会有一点困难 你要去练习到你可以分离出一些心思处理你的手的演奏 但是你的脚的动作并没有因此而瓦解 练习的时候我会这么做 我会逼自己稍微的分心 例如我可能会脚先踩的这个节奏 然后我会分心去念九九声八表啊 或者是去背26个字母啊 都可以就是去练习 我能不能够降低我的大脑运用在这个节奏的部分 就能够让我的脚可以顺利的演奏出来 如果我已经百分之百的注意力在控制我的大鼓跟hi hat 我就没有多余的心思挪用在手的动作上面 所以这个练习基本上其实是为了要去测试你 是不是熟练到你可以用一部分的注意力就可以完成脚的演奏动作 接下来你再来加入手会比较好 然后加入手的演奏 由于不要去刻意的每个手的动作去对应到脚的动作 尽量减少这样的对应 所以实际上演奏的时候 你的每一个点不一定会绝对精准的对到脚的动作 例如说第一个右手跟你的右脚不一定是对在一起的 四连音的第四个点是左手打的 它也不一定会跟你的大鼓会对在一起 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差 但是如果各自听起来是流动性是非常好 是非常顺畅的话 这样的演奏反而听起来会更好听 更有一个丰富的多声步的感觉 就会降低我之前所说的 手跟脚的肢体上面的那种动作上面的沾黏 好,我们现在再来示范一次 1,2,1,2,3,4 1,2,3,4 刚刚进行的有点像是基础练习哦 接下来我要示范的是把手的动作做一点变化 听起来更有森巴的感觉 也就是第一拍的四个点都留在小鼓上面 第二拍的第一个手的演奏动作会移到floor tom 听起来会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在小鼓上面的点 就会是以轻音为主 那在这里我也是用鼓刷来做示范 那实际上你用鼓棒来打也是可以的 好,现在我要把刚刚这个手部的演奏动作 在建立在脚的这个森巴节奏上面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1,2,1,2,3,4 现在我把速度加快一点 1,2,3,4 1,2,3,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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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